我的主播各位觀眾可以看到天還沒亮 北農市場從業人員準備上工 只不過現在大家進入市場前 都得現在入口處出示領取到的快篩試劑 並提交陰性證明 但才開始沒多久 居然有快篩陽性的從業人員想要進入 但被警衛攔下阻止在大門外 先帶您來聽一段稍早訪問 剛剛是有一個人走掉是怎麼回事 他是兩條線啊 他是兩條線所以被等 他不能進去啊 三號晚間篩陰入場 政策正式上路 進入市場前必須先完成五道程序 首先量體溫再來看黃卡 接著感應通行證 再繳出呈現陰性快篩試劑 最後取得證明貼紙才能入場 為了防堵北農疫情繼續升溫 現場人員不敢大意 嚴格把關 以上是為您掌握的最新情形 把時間鏡頭交還給棚內主播